为了照顾高龄者族群 衰弱老人牙齿口腔卫生 咀嚼、吞咽功能、营养状态 都是与疾病息息相关 为了加强人员训练并且推广新的观念 高雄医学大学口腔医学院 与国立台大护理健康大学 语言治疗和听力学系 社团法人本县社会辅助关怀协会 议员胡松荣等共同协办讲座 举办的高龄者吞咽困难 以及口腔照护社区专业合作实习 以长者缓和照护和吞咽困难 以及口腔照护为主题 进行专题演讲和实境体验课程 让照护医护人员受益良多 定位者你的取决能力就会比较好 你可以吃皮咖 你有机会嚼玉米跟花生跟坚果 所以各位看大于20颗牙的老人 他有90%的取决能力是好的 就刚刚的口香糖 这个是用口香糖测的 也就是比较红的老人 颜色比较红的老人90% 但如果你不到20颗的老人 只剩下五成的人 取决能力好 所以拥有20颗牙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 但你照顾的那一群人可能已经没有20颗牙了 已经没有 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维持他剩下的牙齿 不想办法让他可以做假牙 要能吃 好 这个就是口香糖 刚刚有给各位看 来 这就是狮子的原因 当你抽完神经就是神经被切断了 当你牙齿没了就是神经被切断 所以你就牙齿连到脑神经这里被切断 你当然就没有机会去刺激到你的脑神经 所以有很多的研究告诉我们 20颗牙以上的老人是比较不会失智 当你不到20颗牙相较于有20颗老人 他失智的风险是20%高 这样听得懂吗 这次的课程特别邀请高雄医学大学口腔卫生学系教授黄晓玲 树人一专口腔卫生学科讲师林怡景 分享口腔照护介入实证 和吞咽困难的评估与训练方法 很高兴今天特地来澎湖 办理这样的一个类似工作方的概念 那过去因为医疗比较富丰富的地步 就是比较偏乡或是离岛 那我们就发现说高零者的问题 就是有关口腔健康的问题比较严重 那主要的照护者就是护理师、照护医院 然后社公司也是提供一些医疗资源的协助 所以这三种子种在澎湖这边当地 他们可能过去在咀嚼吞血及口腔照护的部分是干也比较没有 那也没有太多的资源可以进入 所以我们高雄医学大学就带领我们的团队一起过来 那我们的团队里头主要是口腔卫生专业人员 还有就是语言治疗师 那口腔卫生专业人员呢 我们的强项专长主要在口腔照护 那口腔照护其实如果没有照护好 会造成后续高零者的一个心理性肺炎的问题 那它掉牙以后也比较没有办法进食 那就会造成它营养不良 那营养不良又会造成它积少症的问题 那现在很多研究也发现咀嚼吞天跟失智症有关 所以说牙齿科数少于20科的它就更容易会发生失智的问题 所以其实现在高零者很多都知道失智是很严重 但他们并不知道口腔没有照护好和失智其实是有相关的 所以还有就是口腔照护没有做好的话 也会造成它的糖尿病控制比较不容易 所以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实证证实它跟系统性的疾病 就是高零的一些系统性疾病有关 那它也是造成系统性肺炎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觉得我们是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到这里来 教授黄晓玲以口腔卫生以及全身的健康关系 强调医学证实不良的口腔卫生 不仅会导致牙结石、蛀牙和亚洲病 更会进一步的对身体产生影响 例如缺牙影响阻绝功能 除了导致营养不良 肌少症的发生甚至也与失智症息息相关 他一定要做一颗什么 假牙在上面假牙套为了保护你的真牙 不是要赚你钱 但假牙套要多少钱起跳 不是要你们通服的价钱 大概五千块起跳 所以进入牙科诊所也代表着 必须掏出自己的自费 所以牙齿重不重要?很重要 你把它当成钻石 如果今天要植牙就是一颗八万 不是钻石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曾经有一个校长说 他植了七颗 花了他多少钱? 他还能算便宜一点吗? 他跟我说四十九万 大概就五十万 植了七颗牙 那现在植牙很多人在植 但是植牙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这叫植体周围眼 这个是现在日本发现最大的问题 一旦他老了 他有植牙 植牙体 他老了进入肠道机构 有没有人帮他照顾牙齿? 没有 没有人帮他清解 所以要靠直大家 要去提醒他要清解牙齿 那如果他躺在床上失能 他是就没有办法解牙 那他的植牙体旁边就会发炎 这叫植体周围眼 植体周围眼造成发炎非常的痛苦 可是唯一的方法 只有要麻清解 要麻就是拔除植牙体 但植牙体比一般牙齿更难拔除 懂吗? 对 讲师林怡静和陈志章 分享的如何 评估吞咽困难 以及找出吞咽困难的根源及办法 除了口腔功能与吞咽困难的重点 还包括了病人的意识状态 认知以及呼吸吞咽的协调 演讲后的实作课程当中 现场也调配不同的饮食质地 让学员比较和感受 较吸引固体较稠的液体或固体 以及完全固体的不同 并详细说明人体对于摄入不同质地的 食物所需要的反应 以帮助临床照护的医护人员 更加了解病人的需要 这么软 就是处理到这么软 我们才能够舌头压上二 就很轻易的把它压碎 送下去 这是我们测试食物的质地的重要的力量 好 然后刚刚食物都嚼好了 也形成食堂了 现在要吞下去了 吞下去喉咙会移动 还记得 所以观察老人家 有没有吞最重要的一定要看它 喉结有没有往上又往下 好 它至少要有这个动作 那幅度大不大 我不知道有可能 有可能就是肉长胖了 差不多一个指甲 可以喔 好 所以这个就是六号 一口 两 然后又是软直的 为什么要这个1.5乘1.5 因为我们的气管的大小 大约是这个宽度 那如果你超过这个宽度 它至少它不是梗住 你直接没有呼吸 它可能是掉进去 它掉进去也是危险 但它至少不是梗在那里 社团法人本县社会辅助关怀协会也表示 这一次的课程 利用的实境体验口腔照护工具 与互助室扩增实境 与虚拟实境 模拟训练系统 不仅提升临床照护人员实证的观念 也更进一步的了解 吞用困难以及口腔照护的重要性 记者王海龙报导